仁愛鄉互住及新生村 梅樹種植面積加起來約有五六十公頃 今年因為天候不錯 青梅大豐收 但也導致價格直直落 每公斤收購價格跌到八塊錢 已經順及辛苦果農的收益 由於實在沒有利潤 請不起工人 就連小朋友也一起來幫忙 能採多少算多少 一公斤在八塊而已 就是沒有錢啊 沒有要檢究沒有錢就要趕掉啦 那很多耶 你們覺得採得完嗎 採多少就算多少 看阿公他們在採那個梅子 會不會覺得他們很辛苦 對 就是每天一大早就出門 然後就是做到 採到下午這樣 盡量幫阿公採梅子這樣 讓他們可以怎麼樣 就比較輕鬆 請工人又划不來啊 對 沒錯 因為一天要多少錢 一天一千兩百塊耶 阿你採這個梅子 一斤六塊到幾塊錢 現在都降了 而且就是尾聲了 因為沒有什麼價錢 所以就請工人划不來 就回來幫忙 禮拜六禮拜天 週休二日的時候 能夠休假的時候 幫忙都會回來幫忙 阿沒有幫忙的話怎麼辦 老人家自己在採 眼見經濟效益低落 部分農民乾脆把梅樹砍掉 來改種其他更有經濟價值的作物 然愛鄉全盛時期 有將近兩百公頃的梅樹 看著一棵棵被砍挖的梅樹 農民也是相當的無奈 就要去種那個檸檬了 咖啡啦這樣 會啊就是很可惜啊 這個是老人種的啊 就要趕掉我們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們的梅樹 因為以前都是仰賴梅子 來養活家裡 因為現在目前梅子的經濟價值 已經就是價錢上都一直很低 有時候十塊五塊都有 所以有時候老人家覺得說 既然梅樹也不能養家活口 所以可能就有的人就是賣掉了 或者是說砍掉了 所以現在這個梅子這個部分 真的也只能這樣做啦 就看有沒有比較好 價錢會比較好的農作物啦 像目前也慢慢的 越來越多人在種檸檬啦咖啡啦 慢慢有人在提倡這些啦 可是梅子 梅子樹這個部分喔 因為很多老梅農啦 觀念就是不賺錢也只能砍這樣子 賞梅秘境中雲部落 近年來湧入數萬賞梅遊客 但卻沒有因此提升梅農經濟效益 梅農及部落族人紛紛討論 部落湧入大量遊客 帶來的只有饒民及垃圾之外 卻沒有實際帶動整個部落的發展 尤其是在梅農的經濟收入價格方面 其實像遊客進來 有一個好處是帶來人潮全潮 可是因為這裡的設備喔 真的還不太夠 像停車場啦 像一些相關單位喔 都沒有來幫忙這樣 所以喔 人進來了沒有錯 可是相對的就亂 沒有一個管理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裡當然人 人多了垃圾也多啦 也沒有人去做一個管理這樣 所以人潮是好 可是相對的帶來的一些負面價值也多 市場要價一台間數十元的青梅 在產地只有一公斤八塊錢的收購價錢 梅農採收不符成本 只好放任莓果掉落在地上腐爛 議員陳國雄表示 供銷失衡幾乎是每年梅農都會遇到的問題 今年更為嚴重 如何幫助農民恢復信心 逐步從源頭去改善問題 這應該是相關單位所需要深入思考的課題 看到滿地都是梅子 真的是為這些農民 真的是為他們擔心 這種產銷的制度 那為什麼會自銷 這個問題應該要很深入地去研究 不是現在出這個問題 每一年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我們 負責這方面的我們的農業處 包括我們農會 我們怎麼樣去為這個問題 要真正去了解 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給農民一個 解決這廠量過剩的梅子的問題 農民看天吃飯相當的辛苦 面對今年青梅產量過剩與自銷的問題嚴重 副議長派一拳呼籲民眾 不妨可以到產地直接購買 不只價錢合理 同時也讓辛苦的農民直接受賄 才會讓我們放在梅子上 再交給 巷子裡黃熟的梅子 不管拿來醃製 釀製梅酒 還是熬煮成梅醬 對身體都相當的有益處 有句話說 天然的最好 到產地採購 不只可以省下不少錢 同時也讓消費者吃得安心且放心 並且又能直接幫助農民 一舉數得 因为梅子佳品这边产地一斤才八块钱 外面卖很贵 其实山上的工作真的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来这边跟他们买 顺便帮助他们 就是可以泡制梅酒 盐一点Q美蛮好吃的 来到产地买这个梅子 会比较让你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这边都没有打荣药 比较放心吃 梅农将经过处理之后的梅子 放入玻璃瓶内 今年仁爱乡的青梅因为价格不好 许多梅农放弃采收 任品梅子掉落 但成熟的黄色果实经过加工之后 制成各式各样的产品来贩售 其实利润比青梅直接多上好几倍 那个蓝梅还有青梅这样 加点比较好 就是要晒来 然后就要换糖 放几天就要卖出去就价钱比较好 青梅除了有农会及盘商收购外 梅农也会自己加工 青梅可以制成萃梅及Q美 熟成的黄梅只可以制成茶梅及梅子酱等 不过由于缺乏辅导 梅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 来进行量产的准备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说 能够有一个加工厂 然后来打造自己的品牌 然后再来行销这样子 那么现在部落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梅子都没有赚钱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再去投资 这个加工厂的话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太可能 梅子一直每年每年一直都是在倒贴的状况之下 然后像今年 今年的状况就是一公斤只有八块钱的价钱 然后八块钱的价钱 它只收了没有几天 才只收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个状况之下 梅农是没有赚到钱的 那如果说要再谈起说 要再设立一个加工厂 那加工厂光是设备器材的话就要百万了 然后你再用一个工厂下去的话 这个几乎是千万的一个投资了 一公斤八块钱的梅子 他们都已经请不起工人了 然后如果说要再投资这个方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 希望说我们的相关单位 相关单位能够直接切入式的方式 来看看能不能辅导这些部落的梅农 加工的一些作业程序 然后一些设备啊 还有一些 这个集货厂的一些设施的一些 那个采购跟一些补助金会这样子 艺人陈国雄指出 要提高梅子经济价值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设立加工厂 大幅提高梅子的经济价值 更可提高果农收益 同时也有赖各界多多选购梅产品 打开更多铜路 生产过剩的这个梅子 如果有一个加工厂 能够给他们来做成相关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相信将来再有效的去推广 有效的去宣导 对梅子对身体的帮忙 相信也会得到一些 一些我们百姓的一个认同 为了要解决我们仁爱香的问题 我们实在要花很多的心血 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大家去努力 那希望有效的去辅导 那怎么样什么样的梅子的产品 如果能够做出来的话 创造仁爱香梅子的一个商机 不但会提高梅农的它的收益 那至少比产地这样去买还比较好的话 我相信这是一个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的县政府 跟负责中央的农馆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彻底的帮仁爱香的农民 找一个出入 中原部落近两年来 涌入相当多的赏花游客 满足了游客的需求 但由于梅子经济效益低落 梅农纷纷议论将种植五六十年的梅树砍挖 转做其他更有经济价值的果树 那令人游行的是 砍挖数十年的梅树直接破坏土质生态 砍树又造成地球暖化的问题 而这一片面积达五十公顷的大花园 也逐年递减 慢慢消失在国人面前 这是目前部落面临最大的隐忧 会不会觉得说梅树啊 一颗一颗被砍掉很可惜啊 当然会觉得很可惜啊 自己父母亲种的东西 你说种那么久也有感情了 然后你说砍掉 砍掉我们也没有梅子可以吃啊 对啊然后 再来就是没有很漂亮的风景啊 那个梅花季的时候 这边整片都是梅花很漂亮啊 对啊 所以你说砍掉很可惜啊 而且对生态也是不好啊 对啊 这里已经 那个梅树都已经好几年了 你说把它砍掉 做其他的有经济价值东西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原有的会比较好啦 我们现在地球已经慢慢的在暖化了 然后把梅子砍掉之后呢 再转做其他的农作物的话 比如说柠檬啦咖啡啦 其实这些农作物 它对我们的生态保护是比较差的 没有像梅子树这么大颗 然后也比较深根这样 那会变成造成是说 我们的土质环境的破坏 地球暖化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说 梅子树一年比一年的在地减 然后一年比一年的被砍挖这样子 就很可惜说 这个难得刚刚发现的一个 嗓梅的秘境 马上就会消失在国人的眼前 实在是太可惜也太惋惜了 土地与原住民是密不可分的 包含在里面的感情 老人种植超过50年以上的梅树 因为经济价值不高 逐年递减 甚至低价卖给树头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现在梅农迫切期盼相关单位的辅导 及各企业与国人 以及弄支持梅树认养活动 整个部落里面将近都一万多颗的梅树 认养一颗梅树三千块 然后呢 我们这边是保证产量 80台金到100台金给你 我们以市场的价钱来换算的话 是绝对是滑得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抵抗 抵抗一些盘商的一些 中间消价的一些 一些这些一些可能 然后直接把说 我们喜欢梅子 喜欢梅子的人 把你们购买梅子的钱 能够真正的 真正的说 去帮助这些梅农 地球也开始真正的再暖化了 然后我们的台湾 台湾的土质 也因为911的关系 也变得松懒了 所以说 如果说 我们在扛挖这些梅子树的话 说真的 对我们的土质的生态的保持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然后再来就是说 能够也可以把这一片美丽的大花 也没有再留给我们台湾的 甚至国外的喜欢赏梅花的游客们 然后让他们继续的欣赏下去 一棵梅子树 它的那个产量不只是80斤到100斤 它几乎是超过到150斤 甚至到250斤左右 80斤到100斤 只是我们给你们的保证产量 但是你这一棵树的产量 如果说超过180斤 我们美农都很高兴 你可以把它采光 你都把它采光 都是没有关系的 美术的任养 不仅直接帮助美农经济 美农不再砍完美术 才能够留下部落美景 如果能够有好的规划 来吸引观光 或许这部分 就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价值 因为很实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光快乐进来了 但是部落没有直接受到一些 经济价值的一些提升的话 美农以及部落的族人 是不会再去持续这个赏梅这个活动 因为他一定是会 势必是要去淘汰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 美术在阳这个活动 能够办到说 不要收1万颗 只要说 能够有它的五分之一 一千多颗 两千多颗 这样子的话 那相信 砍梅子的美农 一定会减低到零 因为他们明年会期待 期待 全省各地的人 来认养他们的美术 这样子 看着果农辛苦的采收梅子 即使血本无归 还是得贱卖或是放任腐坏 或许我们体会不到他们的辛苦 但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 副医长排一拳 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救治都面检讨与改善 并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的认购 直接帮助农民 不要让仁爱乡的梅子走入历史 民意新闻洪一伦 专题采访报道